戳中 回声 还是死掉 不过也是吸引了足够多的伤害了 但是这个SK大招放出来太致命了 SK大招放出来 霍姆一只神剑 射中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这里大招效果还在 霍姆击一下 下路水人好像又是带走了一个塔 看一下是不对 看一下这只剑 差一点点 怎么好像是刚才是OB带走一个塔 怎么显示 对啊我这里显示着OB打掉的 有意思 好 对面现在场面上形势比较占优 他们有钱啊 比我有钱 所以视野控制的可以做的比我的好 比分 现在是14比20 现在一定要杀掉他们一些人才行了 中路这里 没人过来陪我杀人啊 我只能 走上路去吧 就只能这样了 我们可能是要出暗面 老牛跳刀 老牛这个位置很危险的啊 他们是有视野的啊 哎呀老牛 好我们这边还有下拉野 拉得似乎有点慢 我以为你放了眼睛 一键射中 大量 哦人头被我拿到 那他眼睛 我们看看会放在哪里 眼睛打掉 这是他刚刚放下的眼睛 还是很划算的 上路我要等自己的队友啊 哎呀下路 这个水人带线带的相当的舒服 他肯定不会去的 老牛这个时候过去其实也是 呃我们这边 风暴之灵出洋刀路线是没错 但是你一直要带着TP啊 那CW最悲剧的就是 我还要一直去教大家该怎么打啊 这个是比较悲剧的一件事情 但是没有什么事 我就过来打一打野 托迹 打一打野稍微累积一点金钱 好大家看到这个眼睛 这个眼睛 又是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 虽然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幻象 好 人下来的话 我这太秒不掉人了 哎呦我想 发育的还算OK 但是等级太低 等级太低 这个再不算的话要被带走了 我们的老牛TP并没有一直用来杀人 而是一直用来拿钱 这个是不算特别的好的一件事情 好 我们从这种线后面绕过来杀人 这边应该是没人的 拉住 还有老牛能不能跳一个 但是不要跳大 好的 我是拿到了一点经验 后面的是一个幻象 前面的是一个 老牛可以有跳大 老牛可以有跳大 直接新能又上去 带他走 躲一下 我们老牛和对面的死灵法师都死掉 抽中三个 好的 走掉 老牛换死灵法师还是赚的 还是赚的 但是老牛刚才大招没有能够及时跳出来 这是 也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把塔拿掉 只能跟他对 早点跟他对 还好 沉没一下 有没有 应该沉没一下 这个时候不沉没就 太可惜了 买一个 买一个 买一个TP 我们要出PKB 可能可以 但是没人哪 也没有人 老牛 老牛一个人不够 他可能会过来弄我 你们信不信 你们信不信 他可能会跳过来 他现在在呼唤他的队友 诶 我一直 我被拿掉 紫文跳走 继续下路的事业要给一给吧 现在 我们要给一给自己方下路的事业 只要兼顾到油闪的事业 28分钟头脚油闪是 可以的 哎哟 好多人 诺文可得不跳一下 减F一个 我在这里也万要埋伏一下 我大招还有一点点CD 继续给到这一块的视野 我们现在 像Leo这种就是做后手啊 小规模团战 一个人的话可以先手 一般都是后手 这里还是没有看到我的 哎 这个错就不应该了 看一看有没有人 没人 我们是出了漩涡 还可以出漩涡 比较传统的一个路线 还会想要放真眼吗 没有放 小黑去上路 看这边可以要TP过来了 但是他可能会溢住 算了 早点溢呀 刚才应该 应该让小黑过去的 这个 再买一个眼 再买一个眼 我们这边POM的发育是最好 但是POM在团阵当中 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DPS的 可能POM他会发育确实就好 大家稍等一下 我要接一个电话 小等一下 好 大家不好意思啊 这个刚刚接到了领导的电话 不是我家里的领导 是我们办公室的领导 这是我的错误 直接导致我们这一次团战也是失利啊 但是人生就是这样 不要因为一次的失利 而过多的这个哀声叹气 要往前看 要往前看 那么趁着死亡的时间 也是给一个战队 小小的打一架人品广告 好了 我们蓝毛过来了 广告待会再打 好 打了SK 接着自己再飞走 小黑过来 DGPP过去 什么都不管了 再让我的蓝杯回满 哎呀 差一点啊 没有能够 没有能够留住她 好 打起大招 那么 全的CHN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哈 那么CHN的原来的一位 领袖级的女性 小雅现在要开办一个新的战队 这里叫做MCU的战队 那么这支战队 是要去打线下赛 那么如果有朋友愿意 有这个想法要打线下的职业队的话呢 其实可以考虑 加入这一支队伍 有想法的朋友啊 给大家一个 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联系的方式 就是有这个 是给大家 然后去打线下